麦麦这个震惊了这个港台各界 那两个人事实上 这个15年的婚姻也是走到尽头 对一个是这个金融界的霸王 另外一个是这个音乐圈的天后 而且是不拜天后 就天王跟天后 对原来这个跨界的这个精英 精英分子的婚姻 原来是很被大家羡慕跟看好的 可是还是15年逃不了 变成就是说无法克服的差异 这个他就用简单的依据 这样的一个理由 这个理由就是所有好莱坞的明星 他们离婚的这个理由是一样的 就是无法克服的分歧跟差异 这里面意识了很多事情 包括生活习性价值观 各种的状况 那当然其实你说宋学仁跟张金芳 其实他们两个本来都是 业界中的精英分子 为什么会在一起 当然这个是 当然当年是葛夫红葛姐 跟邱富生 因为邱富生邱董 他认识很多政商的名流 跟葛姐 他们跟小燕姐的关系 那小燕姐又跟张金芳 是非常好的朋友 他们很鼓励像张金芳这样的女孩 我所谓像这样的女孩是说 这个女生到了37岁 她其实恋爱史并不丰富 而且在她很年轻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跑新闻的时候 在民国70几年的80年代的时候 张金芳就曾经以两张唱片爆红之后 就可以用在那个年代80年代 就可以用200万的台币 要去跟发掘他超面公司打官司 要解除他的合约 解除他的五年合约 两个人的学历是不一样的 宋先生的学历是政大的气管硕士 哈佛的MBA 那这个张青芳 其实当时是五专的学生 专科学生 但张青芳的社会大学的历练 非常的强 他从小刚讲20岁不到就可以去靠自己 赚进了这么多的唱片的收 所以他十多岁就出道来唱歌了 17岁台式大学成第一届比赛 就歌唱比赛 就比赛出来 他就想进演艺圈 可是你知道那个时候 他其实第一张唱片激情过后 第二张我还年轻 你看第一张唱片在民国76年的时候 他卖了20万张 但他的片酬是什么 他一张唱片贯2万块钱 2万块 那个时候2万块有很多 小明星星明星都是这样子打死 他是一个大学成比赛的 一个专科毕业的学生 2万块一张的唱片 所以那个时候 第一张唱片卖了20万张 唱片公司赚了多少钱 因为一张唱片的利润是47块台币 所以唱片公司卖了20万张 赚了上千万 唱片公司包了12万红包给张青芳 但你要知道12万红包 跟2万块的这个片酬 对一个那个年代 80年代来讲 对一个专科毕业的学生来讲 这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数字了 但是两年两张以后 张青芳就打官司 为什么 因为张青芳看到了这个 这个丰沛的这个这个数字 而且当时他父亲经商失败 欠下了很大的巨债 所以张青芳就 那个时候社会闹得很大的新闻 张青芳出来开记者会很年轻的歌手 就开始要跟唱片公司解约 人家都说唱片公司当时发觉你签了五年 是人家冒险发觉你 那你踩两张 你就要自己飞出飞出去了吗 但张青芳当时讲 如果这个时候我不报父母亲的恩情 要什么时候报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闹得很大 这个故事也就看出来说 张青芳其实他的社会历练是非常丰沛的 其实在他还没有嫁给送学人之前 他已经是个大富婆 那个时候我们常常在远气 因为他家在安和路的豪宅 那个时候自己是一个富婆 他的豪宅里面的电梯直通他玄关的 我们经常可以在远气饭店 看到张青芳喝下午茶 很悠闲的喝下午茶不工作 因为他是一个唱片圈的天空 因为当年唱片业很发达的时候 他们这种爆红过的都是卖过百万唱片 然后那个百万唱片 光是唱片的唱酬板碎就非常大 那他们这种够红的 他们可能开的演唱会或者商演 那个行情跟身价都很好 对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小燕姐跟葛姐他们企图让张青芳 跟宋学人这个凑对 因为他们因为张青芳是一个 很独立自主的女性 他如果嫁给宋学人 他其实没有下嫁 或者是这个高攀的这种字眼 他们是很匹配的 是在财务上面匹配 那宋学人坦白讲 他当年是张青芳的歌迷 可是一旦你是从歌迷的身份 到最后变成夫妻的身份 真正结婚了以后 生活习性会不会有差别呢 两个人其实都从要15年来 经过很大调试到现在小孩长大 他们终于不愿意再克服这些困难了 怎么调试呢 以张青芳来讲 他嫁给宋学人之后 他当然他自己本身 他们交往不到一年 张青芳主动跟宋学人说我们结婚 他说因为我是一个可以做老婆的人 因为我可以 因为张青芳在还没有结婚之前 他就在演艺圈里面很有名什么 他可以在家里面开宴会 做一个非常棒的女主人 他自己有自信 他是一个很棒的女主人 所以他跟宋学人毛髓自荐 我可以是做老婆的一个好的这个人选 宋学人有过一段婚姻 当然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们很快就结婚了 那张青芳结婚之后 宋学人他还是跟这些 所谓的金融界政治界一样 他们对演艺圈的人的生活习性不太习惯 希望张青芳最好不要抛头露面 最好不要表演 张青芳一开始也是权力的配合跟复合 当然又生孩子生了两个儿子 那张青芳当然讲过 他其实以他的这个女主人身份 他还是一样婉宴 但他婉宴对象什么呢 是富比式的对象 那他下午还是会接到很多电话 电话是什么呢 不是银行来促销电话 而是上流社会告诉你包包来了 你可以去看货了 他即使不奢华 但他一样要去融入到上流社会的这些 这些这些这些 这些不同世界 生活里面 他扮演得非常好 早上送老公上班 去送小孩上学 然后去回家来点菜 运菜 然后叫用人做菜 晚上他再有应酬就回来 但是他还是演艺圈的生活习性 大家知道 因为宋学人是一个生活很严谨的金融 早睡早起 早睡早起 这个严谨的金融圈的人 但张青芳 张青芳就是演艺圈生活习性 晚上有时候大家喝点小酒或怎么样 你看去年有个新闻 他们去看哈林在高雄的音乐剧 宋学人也陪他去 但是宋学人晚上 张青芳就是跟大家去应酬 可是宋学人就不高兴了 早上起来 张青芳还在睡觉 宋学人就一个人吃早餐 结果后来发生什么事情 他买了高铁配合 就一个人回来了 吃完早餐就走了 这也就是说去年开始 他们这不是从去年 这从他们两个小孩长大以后 大家对于这种妥协 跟生活习性 跟彼此的配合 已经开始要渐行渐远了 就是我以前能配合的 我现在开始慢慢不愿配合 我想做回我自己了 因为很辛苦 你看张青芳他的这个 所以两个世界的人 要长期相处融洽 其实并不容易 你看张青芳其刚讲 不抛的露面 但他2010跟2015年 开过两次小巨蛋 公蛋的演唱会 宋学人怎么支持他 跟怎么样去气馁的 讲这个故事 2010年张青芳20周年 没有开演唱会 他生小孩 2010年25周年 他觉得要出来开演唱会 跟歌迷讲他当时 为什么就结婚去了 那宋学人说 有必要吗 你有必要出来再办吗 张青芳说服他一个晚上 说有必要 他办了 宋学人也很捧场 去看他的演唱会 看完演唱会 那当时因为票房很好 北中南三个地方 因此那个主办单位要加场 海外也有邀约 就问张青芳 张青芳说 我现在的事情 宋家要做主 要问宋家 那然后他演唱会很成功 就有庆功宴 很多朋友打电话来 张青芳就说 我的行程要经过 我的老公同意 所以你们打给我老公 所以你看2010年 他是这样的 老公很给面子 去看他的演唱会 但后面的状况 他要必须要去 服婴老公 好了 到了2015年 30周年了 再办一个演唱会 发生什么事情 那是在12月底的跨年 跨年 台北是除夕 高雄是元旦 宋学人在12月初 就开始盲昌岩开刀 盲昌岩开刀住院了 住院之后 结果没有开刀 盲昌岩没有顺利的就好了 高烧不退 高烧不退 转附膜岩 转到荣种去 可是这个时候 就是张青芳开始 要紧锣密鼓 要去试装 要定装 要去安排歌曲 要去排练了 宋学人就在医院里面 拖了一整个12月 后来附膜岩转成胆囊岩 他一直在生病 那然后张青芳 老婆一直在开演唱会 一直在准备 还没有正式开 好结果你看 结果后来当时 老公那么一个金融 金融业的霸王 他在医院很残弱的时候 他传简讯说 哎呀等一下要换药了 我好害怕 你知道如果是金融界的拒止 他其实12月 如果正常的老婆 他希望他12月 妻子就已经随伴在撤了 在帮助他跟保护他了 可是这个妻子 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 还要在 拜自己的演唱会 再做准备 但是张青芳 还是扮演很好的角色 马上打给护理站说 换药 什么时候换麻药 就是说你可不可以等我来 我20分钟马上赶到 好马上请假 从排练室请假 赶到医院去 他一样做好 这个妻子的角色 一样帮宋学仁换到药了 好等到正式演唱会 26号 宋学仁跟医院请假 跟着自己的父亲 宋学仁那时候 已经63岁了 跟着高龄的父亲 在小巨蛋三楼的包厢 帮张青芳捧场 可听到10点钟 剧痛送医 剧痛 因为他是请假出来 他伤口完全还没有复原 剧痛送医 好送医你看 这样子来支持 等到了这个隔年一月 在高雄的时候 他的病好了 去下高雄听演唱会 所以宋学仁对张青芳 也付出了 张青芳对宋学仁也付出了 两个人都付出了 他们以前从来不会付出的事情 他们都付出了 但是到现在还是长大了 13岁14岁了 他们想要过自己的生活了 后面收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发行